卫生局从即日起到12月8号 推出居家药物安全检查周 民众把家里不要的废弃药品 拿到附近的医院或是社区药局回收 就可以避免务实过期药品对健康造成伤害 民众从医院或是药局拿回来的药品 常常因为不吃不用就堆放在某个角落 很容易一个不小心就服用到过期药物 卫生局呼吁市民朋友要特别留意 以免务实过期药品对肠胃造成伤害 它可能因为炒化因为它蛮潮湿的 那些药物基本上它一定会变质 可能它没有办法达到它原本的药物效果 而且可能如果产生变质 其实对我们整个肠胃道其实不太适合 对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可能的肠胃症状 那基本上只要是过期药物 我们都不建议使用因为一定会炒化 为了摆脱废弃药物对民众健康的潜在威胁 卫生局从99年开始启动的居家废弃药物检收站 在医院社区药局和健康服务中心 放置药品回收箱 到今年9月底为止 已经回收4万多公斤的废弃药物和针具针头 五大类的药物包括抗生素 荷盟药物 抗癌免疫的抑制药物 一体药物跟废弃的针具跟针头 那这五大类药物我们都会协助做分类 那这五大类的药物基本上 我们回收最多的其实是抗生素跟荷盟药物 那回收的量其实也相当的可观 那这对整个环境的环保其实都相当有助力 把废弃五大类药品送到住家附近的社区药局回收 除了由药局内专业的药师免费帮忙分类检收之外 更提供正确的居家用药安全咨询服务 中家台北新闻李一如采访到